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森纳1比0击败莱斯特城 比赛刚刚开始不久 阿森纳就制造险情 左侧无人盯防的扎卡德球后突入禁区 他想把球抽到中路 结果被身前的后卫挡了出去 阿森纳在场面上形成压制 马丁内利在禁区前沿面对五人包夹 送出一脚挑传到右侧找无人盯防的萨卡 只可惜用力过大 皮球直接出了底线 第25分钟 特罗萨德在禁区前沿切球后内切近射 皮球直挂死脚 不过裁判去看了回放之后 认定本比怀特犯规在先 进球无效 第30分钟 莱斯特城踢出快速反击 伊西纳桥接到直塞球 突入禁区单刀挑射 球进了 不过因为越位在先 进球无效 双方都与进球擦肩而过 7分钟后 马丁内利回防的时候 从身后踢倒对手 这让他拿到了一张黄牌 第41分钟 马丁内利在禁区左侧 强行带球突破到底线附近起脚近射 结果踢偏了 马丁内利这次处理的有点毒了 半场结束 双方都没能够取得进球 下半场一边再战 第46分钟 阿森纳进球了 阿森纳通过长传球发动进攻 特罗萨德在右侧得球后 送出一脚穿当横传球 马丁内利进区左侧前插 把球往前一停 低射远角 球进了 马丁内利痛苦倒地 幸好没什么大事 这立进球让阿尔特塔非常激动 第55分钟 马丁内利获得单刀机会 面对出击的门将他选择横传 萨卡轻松把球踢进 但是 马丁内利越位在先 进球无效 第59分钟 阿森纳获得进区前沿的任意球机会 厄德高主罚 他选择踢出一脚低平球 结果没能穿过去 被人墙挡出了 第71分钟 霍尔在禁区外来一脚原射 劈球弹地后 稍稍偏出左侧立柱 6分钟后 莱斯特城进行换人调整 帕森比达卡和苏马雷替补上场 不过 这样的换人并没有什么用 最终 阿森纳1比0击败莱斯特城 阿森纳取得两连胜 阿森纳巩固了自己的榜首位置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